過門都是客人,你們玩吧 讓我收拾好了 不行,我經常教阿隼隼的 在家裡可以不用工作 嫁在這裡幫婆婆做家務 那真是好媳婦 今晚我們洗碗 媽媽你也會客人,我們可以洗 等我們… 安仔,你真是 平時踢你動也不動 今天這麼主動 難道愛情的魔力這麼厲害? 我們兒子簡直中邪 真是不值得那個范婦人,很厲害 當真自己是未來外母 沒辦法,現在安仔貼一瓶瓶 比貼家還多 姐姐為了多見兒子 故意請那個范婦人 跟阿隼回來吃飯,真是用心良苦 真是想那個羅生門 快點娶妹妹過門 那就橫紋刀撞到柳紋柴 一定有火花 阿嘉,現在這台戲沒得看了 阿咪咪的刀遇到柳紋門,很冷 還有一個蘿莉生未有著落 說不定她找到一個爛燈盞 好姐,婆婆,你手不手癢? 日球三餐,夜球八圈嘛 不如打幾圈好嗎? 豐盃… 小小小 立石,你今天去醫療車 看到明仔有沒有跟羅醫生聊天 有甚麼事? 舅父餵了一招,被蛇咬了一口 放心吧,蛇沒毒的 我們用照理意思給他們兩張戲票 我想現在他們在撐桌子吃飯了 那就真好 立石,你安排得很好 好啊 機會就有了,看看舅父他能否把握 不過見他們倆不多兩句話 好像不是這麼投契 他們見面,兩隻手指都掃光了 遲下熟一點,他就發現明仔的好處 是呀,但也不知道舅父仔 對阿潮有沒有意思 男人看女人是講感覺的 感覺不好,生到天鮮感也沒用 是不是要求這麼低 如果不是,我怎麼會娶你呢 你討厭呀 不知道明仔甚麼時候學得你 你這樣打成馬招 放心吧,公公 感情的事可以用時間培養 只要不討厭對方,才有機會發展 阿靖,你不知道是我的孫心無職 正是這個家庭的社工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你 那快告訴公公 不行,大船是不要害怕 sprawl 怎麼辦 公公,過來幫忙我 drifting開放 別人物資 好, abrir対 theor 等我呀… 不用你回了 iron公公 不行,不 79 什麼事? 臉長,一起幫忙,我 satellite爆掉了 不用了啊,還有空… 一起去吧 morte你們應該 frigiler 算了… 好… 立山 你的車有事,我們幫不了手 我還要錄東西給明姐看 你應該找安仔和阿福的裝置 不是,怡長,不是我的車有事 舅父出了事 他和我吃飯突然暈倒 現在在我的醫院 老爸 那些人真是玩得沒得好玩 玩得放人家一條胎 被人放胎是事小的 不見了車就麻煩了 你們真是幸運 家裡這麼齊人 是誰打電話通知立生的呢? 當然不是大姓,就是牧村 不是,牧村有個朋友結婚 大姓和牧村兩個去了做兄弟 小梅也去了喝 現在應該還在喝,還沒散植 會不會是山青? 山青是教義校的 蓉兒去了阿瓶那裡 不要緊,反正他們快回來 不如煮好糖水等他們回來 你們想吃什麼? 我好久沒吃,是腐竹雞蛋糖水了 不是,蓮子白蓬豆沙咬好一點 好呀… 不是,腐竹雞蛋好一點,很清潤 好,那煮完吧 明仔,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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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打仗的樣子怎麼會突然暈了 是不是蛇毒發毒 蛇毒發毒沒來過那麼久了 我去問問 你還有甚麼病可以無緣無緣無故暈了 中風了, 三十多歲中風 真是大人病 他女朋友看完你吃飯就暈倒了 他老了還吃了乳血 也不知道能夠不夠了 明仔 姑娘, 對不起... 對不起 幸好不是明仔,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比叔, 公公來了 月嵐怎麼樣 還在昏迷, 醫生正在幫他檢查 我帶你去見他, 在這邊 醫生, 他怎麼樣 病人做甚麼職業 他做地盤、踩單車、送石油器 甚麼粗重的事他都做的 難怪我檢查他的身體 沒甚麼大礙, 普通發燒感冒 可能平時太粗魯, 繳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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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 會不會像摸繳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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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 罵了你, 別這麼拼命, 超人都拼命 爸爸, 縣男這麼大, 沒事的 明仔, 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你留點時間給我們補償一下你 你們三代同堂弄車弄這麼久 阿靖煲糖水等你們回來吃的 差不多了, 我們就回來了 又奇了, 整個人都回來了 沒人說報個資料給你們知道 你聽誰說你的車有事的 越南, 越南經過見到打給我的 養兵千日容在一朝 這個越南也沒浪費我米飯 不跟你說, 婆婆, 回來再談, 再見 阿嘉查我們, 幸好立身聰明 如果她知道我們對越南那麼好 她一定像審犯一樣審我們 老公, 你還是先回去吧 免得婆婆懷疑 不要, 你和我撒嬌回去 我要照顧越南 不行, 老爸 如果阿嘉不見到你, 一定會懷疑 你回去, 我留在這裡 兒長說得對, 婆婆疑心很重 你們倆先回去吧 畢竟我住隔屋, 我不回來她也不知道 那你倆先回去吧 好…那我回去, 據審的時間 你第一時間通知我 我會的 走 下棋又沒心機, 睡一睡不著 你不知道明仔怎麼約 真邪, 真邪, 我跟范夫人 不知道是不是前世有仇 她連續三鋪折我戶, 真不值得 玩得這麼生氣, 別玩了 給她就這樣割和青, 沒那麼好處 她那個精生瓜的樽樽 霸了我們一安仔的筆數也沒計算 最好她那個阿蕭是駕屁屁屁, 我就甚麼仇都報了 收下口福吧, 畢竟她是阿靖的大恩人 口上留情 那她把我一頸血, 又不見她的手下留情 我現在要找個菩薩出來, 去扯一扯她 你怎麼一會兒在房裡死蛇爛線呢 出去吃糖水吧 沒事…我只是不想吃 那你自己顧自己吧, 我去博薩 你知不知道明仔有事?保佑她吧 你知不知道明仔有事嗎?保佑她吧 保佑她吧 好, 看她... 好 勒先生, 我是公公, 明仔怎麼樣? 公公, 舅舅沒甚麼事?你不用擔心吧 那我安心一點 勒先生, 你等了整個晚上 你都很累了, 回家休息一下吧 我明天會兒去探望她的 麻煩, 醫院有人照顧 可是有自己人在這裡怎麼也好 有甚麼事我打給你, 早點睡吧 你不懈我, 怪不得 好, 拜拜, 人工 立心 阿超, 還沒找到你 阿靖剛剛打電話 說你的手提電話打不通 不然我知不知道你現在怎麼樣 想跟阿窮聊天 忘了打電話給你老婆 阿謙 不用打了, 你先回去吧 我去看著她 讓我來照顧她, 你先回去休息吧 你看著她, 那我就放心了 說到底是我送她進來醫院的 而且我明天要回早班 一來一回, 很浪費時間的 那就索性在這裡過夜了 謝謝 傻瓜 越南在香港 一個親戚朋友也沒有嗎 親戚也沒有, 只有我們幾個 話說回來, 一個人 孤苦苓丁的身在與鄉 老公, 病了上來也很可憐 那倒是 晚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好, 先走了 等我, 我下去買點東西 好 一起 老公, 老公 老公, 你不用怕了 爸爸在你身邊, 你沒事吧 阿芬去了哪兒 兒子發焦燒, 你也不管了 他真離譜 太太他, 他去了跳舞 叫他回來吧, 原來很辛苦 老公, 你在哪兒做 老公, 我很辛苦 快點來救我… 救救命 我沒事 沒事 我疼了 我疼 痛 救我… 你會沒事的 剛剛吧… 你坐下… 你不用擔心… 一輩子幾乎 Terence 是嗎? 是嗎? 二嵐, 你醒了嗎? 已經退燒了 昨晚你送我來醫院的, 謝謝 不用客氣, 丙叔和我的公公 還有立身來看過你, 他們很擔心你 我待會打發給他們 你去哪裡? 我沒事, 我出院了 雖然你退燒了, 但身體還是很弱 你先讓醫生出清楚吧 我身體很好, 我現在很精神 煩燒沒甚麼 還是出清楚一點 我的工作是散工 我答應了人, 如果我不去 人家會不會找我 我沒事的, 你讓我走 這樣吧, 註冊醫生快來了 你先讓他看完 如果他覺得你能出院, 那就出了 我現在跟你去椅子餐吃點東西 還有, 我買了牙膏牙齒和毛巾給你 你去洗臉吧 謝謝 謝謝 這裡的香蕉薯很棒的 你看看, 那些威化餅上面有熱焦糖 待會兒要打包一份給阿門做貼貼 不怕融化了嗎 這個世界上有乾冰的表現 妹妹, 我教過你多少次 長輩是不可以折扣的 還在山寶人面前折扣長輩 你說多失禮人 那伯母又怎麼算是外人呢 對了, 現在很少女孩子 好像妹妹那麼可愛, 這麼坦白 尤其是她們原來這麼細心 真是難得 時代變了 現在人的質素越變越低 好的女人還有很多 但是好的男人 真是買少見少 知道嗎?就是好男人越來越少 就像我的好女人 就常常遇上壞男人 就像阿翹那樣 她的質素這麼高 我經常都怕她遇人不熟 我三個子女之中, 她是讀書人最多 反而令我最擔心 就像阿門一樣 有妹妹那麼好的女朋友 就尊尊有安仔照顧 為了阿翹還是單身 所以我今天也不怕唐突 特地有上等兒媽媽你出來 看你有沒有男生介紹給阿翹 你認識的, 你知道我們個個個都知道 你認識別人是領先上等人的 你真是選對人選 知不知道為甚麼呢? 那些素出得特別快 弄得整個賊似的, 真是失禮 不好意思, 我甚麼都記得買 就是忘記買素跑 不要緊, 我多謝你 我幫你叫了三文治和鮮奶 正在做的, 你多等一會 謝謝 這裡有很多好條件的男生 是… 來吧 又是這群奇妮怪 妹妹, 你說話別這麼操作 可以嗎? 表姨媽介紹的也有差不多 好, 全都是專業人士 醫生, 律師, 工程師 甚麼都有 你慢慢選吧, 看得好為止 對呀, 他們個個都相貌堂堂 伯母, 你現在看照片 為甚麼你好像流口水 我願意喝女婿茶 況且我不想你和我門爬姐姐頭 這個, 這個是牙科醫生 年初她才在半山買了幾千呎的豪宅 還有, 她父母傷亡 不用擔心我女兒回去受老爺奶奶氣 那倒是吧, 沒有趁家小麻煩 當然 這個好像也不錯 這個姓謝做律師 經常見她在電視上 解答一些法律問題 她都追過我了 不過我不收她 那我就說妹妹走寶 好, 這次就當作益你阿超 是這個冬瓜 到阿超只有在這裡 她很喜歡摸在別人的胸口 是呀 妹妹, 拜託你們不要這麼膚淺 我覺得這些也不是一個項目的 是呀, 這件事也不要緊 是嗎 那可以了, 這個先保住 不要緊, 我們再看下一個吧 昨天真的被你嚇死了 突然暈倒了又亂說話 整晚都妖無倫屍 我說甚麼 甚麼燒傷, 很痛之類 你不要怪我多事 不過我看到你手上的傷痕 你是不是被火燒過來的 如果你不想說, 可以不說 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時候五、六歲左右 我家裡火燭了 有一塊七點燒著了, 我蓋過來 幸好我被快 只是燒傷了我的手 還有這裡 我也算命大了 有人救得我快 整家屋都燒爛了 不過那個疤痕就一直跟著我 是不是因為這場火 你和你的家人才... 就是這場火 我都...